旁邊這邊看到,這邊有一個森湧檢查哨 如果長左南迴宮的人就知道 在這邊有時候會碰到警察攔檢 這個攔檢是例行性的 不是說剛好有通緝犯或是什麼多度費要經過 他攔檢 因為台灣南部東西的主要交通通道 他隨時抽檢 搞不好一檢查就可以抓到一些非法行為這樣子 其實我看這邊的警察都是原住民警察 實際上還蠻認真的 當然有時候會有小小的狀況不用太介意 如果你看到那個原住民司機 可能就是稍微有一點小小微過不太嚴重 然後對平地人就會稍微嚴厲一點 不過那個不用太介意 因為這樣就是 在這些居民我覺得生活有很多無奈 如果一次都要強調公事公班 可能很多就是 非常難做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順便分享一下 因為 我在這邊就是誰處看我阿萊古道的狀況 這 大概今年 我感覺稍微有點降雨一點 我覺得這樣也比較好 所以降雨一點就是說 不像前幾年大家 說 這個阿萊古道已經快沒有了 因為最後一次環境差異分析在前一頂通過 那表示說 如果再不做任何措施 去年過完年之後 可能這個公路 就會開工了 開工 開工之後 阿萊古來就保不住了 所以很多人想趁著說 阿萊古到毀掉之前 趕快來 做最後的評量走一下 所以他說 阿萊古都會湧入進來 不過好在我們這個 屏東天的大家長 曹喜榮縣長 依然有破例 在去年1月20號 終於完成整個 伊文治法閣的一個審議程序 把他公告一個自然保護區 阿這個法 是依文治法公告的 相當的也 是一個自然保護區 如果說 除非你有辦法 把他 號召一些人 在彭林把他這個保護去解決 我依這個法來講的話 你不擇做任何重大開發建設 包括這個開工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暫時 我評估這 至少這五年內 應該是 這個股道目前是沒有危機會 會被開發的 我們是這樣認為 但不保證說未來已經永遠保得住 所以這個還有讓社會各界 包括大家一起努力 我自己的看法是認為說 你在 你在 國際上的潮流來講 全世界各地都一樣 自然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情況下 你 你 多設保護區 保護區是一個國際的潮流 包括台灣都不例外 所以這種保護區保護區只有增加 因此上是沒有減少的 阿如果 所以台灣多設一個保護區的話 不見得在國際上會起手托蘭 因為倒都在增加保護區 那如果說 你把它解編一個保護區 搞不好會上國際投票 因為都非常奇特 這個就是大家 我想政府也必要考慮這個 這個付出的一個代價成本 國際生命 那這邊是安 安塑 我想是大家會在這邊休息 因為這段比較晃 我們過去的旅遊 往往這裡 有時候會小氣一下 在這邊不需要太久 大家上個化妝就上了 我們這邊上個廁所就上廁所